反转在反转的搞笑穿越 李大宝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正在办公室里熬夜加班 他的老板王总 给了他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当他在键盘上疯狂敲打代码时 一道闪电穿过窗户直击他的电脑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古代市场的街道上 身穿粗布麻衣手里 还拿着一块热腾腾的烧饼 这是哪里 我不会是穿越了吧 李大宝自言自语道 突然一个骑马的将军冲过来大喊道 太好了 皇上总算找到您了 快随我回宫吧 李大宝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拉上了马背 李大宝被带到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前 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被带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 众大臣齐身跪拜 恭迎皇上回宫 李大宝慌了 你们搞错了吧 我不是皇上 但将军和大臣们完全不听他的解释 坚持认为他是失踪多年的皇帝 几天后 李大宝逐渐逐渐适应了皇上的生活 尽情享受着皇宫里的美食和娱乐 他心想 既然回不去了 那就先过几天皇上的日子吧 正在李大宝沉浸在皇帝生活中时 一个夜晚 他的寝宫突然闯入了一名刺客 刺客一袭黑衣面罩 只露出一双冷峻的眼睛 刺客冷冷道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假皇帝 李大宝大惊 你说什么 假皇帝 刺客冷笑道 你以为真的皇帝会穿越到这里 你不过是个替身 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手上 就在这时 几个身穿黑衣的宫廷侍卫冲进来 迅速制服了刺客 刺客临走前还大喊 你们都会知道真相的 第二天早朝 李大宝心中忐忑不安 突然一个大臣站出来说道 启禀皇上 臣有一事相告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您并不是失踪的皇上 而是一位来自未来的 程序员李大宝愣住了 什么 你们怎么知道的 大臣微微一笑 皇上您的电脑代码泄露了您的身份 宫中大臣们爆发出一阵哄笑 李大宝觉得自己被戏弄了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身穿华丽服饰的男子走了进来 这位才是我们真正的皇上 真正的皇帝和李大宝面对面站着 李大宝觉得这位皇帝长得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 真正的皇帝说道 感谢你帮我挡了一劫 现在是时候解开真相了 就在这时一道光芒再次闪过 李大宝和真正的皇帝同时消失 李大宝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回到了办公室 手中还拿着那块烧笔 他看看周围同事们正忙碌的工作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梦啊 他刚要继续工作 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感谢你的代劳真正的皇帝 李大宝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 难道这一切是真的 他摇摇头决定 把这一切当成梦境 就在这时老板王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宝辛苦了 给你放几天假 好好休息吧 李大宝愣了愣笑了 谢谢王总 他心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反转 李大宝离开公司走在回家的路上 忍不住大笑起来 什么穿越什么皇帝 还是现在的生活靠谱啊 然而当他回到家 看到桌上那块熟悉的烧饼石 又不禁陷入了沉思 难道真的有穿越的可能 故事在李大宝的笑声和疑惑中结束 但对于他来说 无论是真实还是梦境 这段离奇的经历都将成为 他生活中的一个搞笑插曲 在那里 我自己都会认识 我自己都会认识 我自己都会讆识